在9月份领取最后一期加拿大紧急补助金的人 如果仍未找到工作 联邦政府将从9月27日起 启动一项新的福利金 复苏福利金 为自雇或不符合领取就业保险资格的 但仍需要收入支持 正在寻找工作的工人 提供每周400元资助 申请这项福利的条件是 至少15岁 并有有效的社会保险号 由于疫情而停止工作 并且可以随时找工作 或正在工作 且由于疫情而使其就业 或自雇收入有所减少 没有资格获得就业保险 在2019年或2020年 拥有至少5000元的就业或自雇收入 并且没有资源辞职 这项福利仍有待下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立法 政府即将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立法通过后 符合资格的申请人 可以从今年10月至明年10月之间的任何时候 申领复苏福利 复苏补助最长可以申领26周 但也要像紧急补助金一样 缉纳税款 申请人必须在税务局 为复苏福利创建的新网页上申请 申领者将需要每两周重新申请 确认他们继续满足申领条件 与加拿大紧急补助金一样 领取复苏福利的个人 将能够在获得福利的同时 从就业或自雇职业中赚取收入 要注意的是 如果申领人的年收入超过了3.8万元 即每月超过3166元 那超出3166元的部分 每超出一元 能拿到的复苏补助就会少0.5元 申领者在收到复苏补助付款的当年 提交纳税申请表时 税局将决定退还金额 原有紧急补助金将于9月27日停止 其领取资格门槛很低 至今有850万加拿大人申领 而其中的400万人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菲莎研究所上周公布最新报告指 在疫情期间 联邦支付给加拿大人的紧急救援款项中 高达1%可能流向了收入6位数的家庭 估计有多达223亿元 进入了不需要帮助者的口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